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也看过心脏的停止是有正极类型 那表示心脏有可能是怎么样 有可能手无胸口 然后还有可能怎么样 面露表情 那你脸色会稍微变 但来不及表现的时候 他已经老下去了 那我再想问你们一个 有没有可能心脏已经停止了 他手还稍微动一下 然后脸部还有表现 有没有可能心脏已经停止了 还有这样的动作 有没有可能 那我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你们的看法是推翻医学界喔 心脏停止是不应该有动作的 你们还敢说有 我告诉各位 以我这样一路思索下来 有 那是无意识的动作 因为他停止的时候他要表达 这样可能手无胸口 然后他已经来不及表达 他讲话也没办法 然后就倒下去 倒下去其实他倒下去那一个之前 那个手无胸口很可能心脏就已经停止了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你没有思索的话 你以为他一定是 就是倒下去一定都没有动作的话 那就错了 你万一你看到一个人倒下去他这样 然后脸部还有一点僵硬 这时候你认为他可能就是定型喔 或脑中风你不稍微微微的变喔 那这个你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排除怎么样 心脏喔 万一如果心脏停止他还有动作的时候 你就把它排除那你不是失去抢救的机会了吗 所以这个关键点你们听懂了吗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的把它思维清楚 就是到底心脏停止还有没有动作 脸部跟手部还有没有表情 有没有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一定有 而这个表情是来自于无意识的 也就是他停止的时候他想表达 已经停止了 最后的热人还可以表达出怎么样 一个动作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再反应了 那就瞬间倒下去了 所以这一个动作应该是在心上停止的时候的动作 也就是国标舞 很可能他在坐下来摸这个胸口的时候 然后倒下去的时候 其实他在摸胸口的时候 已经是心上停止 但已经来不及怎么样 要打 他心上已经 那这个是无意识的一个动作而已 我们很多次无意识 那刚刚那一个 他也是 他无意识的 手在摸怎么样 好像有感觉在摸 有没有 另一个 他摸一摸 然后好像又没事 然后接着就倒下去 那时候已经几乎全部作品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然后我再看一个也是这样 他开始要倒下去之前 他就脸部有微微的表情 这样他呆滞 他呆滞了没有多久 然后就坐下来 然后就 也有手摸着这样胸口 然后呆滞 然后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突然间 啪 然后很快就走了 了解我的意思 那所以他那时候的呆滞 我认为心上一定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你怎么突然间一个人脸部会突然间呆滞 然后手摸胸口 然后又不懂得要表达什么 那这时候即便说他没有完全作品 但已经停止了可能百分之八九十了 了解吗 那这时候也是要抢救啊 所以他接下来再倒下去的时候 很快就往生了 好 那这样说来 心脏如果你们确定 如果我们这些都是合理的推 所以说因为他心脏的停止有人有手摸胸口 也有人脸部露出表情 对不对 然后也有人来不及反应像郭金发 他脸部完全没有 他全身贪软就倒下 也有这样 那各种形态都有 他也有人说我胸闷胸痛 然后隔不久就倒下去 就心脏就皱底了 好 那这几种 我们如何来把握时机来抢救 那这样我们就要 把心脏的比有特色 比较说一定必然是属心脏的 或有可能是属心脏的 把他提出来 那这个必属心脏的 就是他有一个特色 他一定是什么 倒下去一定是分泌 不可能清醒 对吧 还有他熟年有变化 熟年有可能有变化 了解吗 有可能是有所属胸口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 心脏的品质 他要下意识 要表达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摸着 然后就倒下去 然后脸部一定也有表情 可能有一点呆子 也有一点露出微微的痛苦表情 但那个微微的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要投影关系 这样 所以你有时候一开始你分不清楚 所以我说第一个影片就是 你不要看 那个一秒钟还不行 如果再继续看 我们就有办法分辨 好 那怎么来分辨 我们来看再下来 这一段 这里手无胸过 这三个都有可能造成 你们都念过了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里我再稍微做解释一下 那心脏皱平他一定是昏迷的 而且他手脸 有可能有变化 我看过有一个就是怎样 他倒下去 然后手突然间这样 然后脖子僵硬 如果你认为心脏皱平 他就完全没有动作 你就会被这一个动作怎么样 你以为他手 手过前的时候 他正要表达 但是他其实是已经过了 然后脖子也僵硬 你以为他要抽筋了 其实他没有 他就是有一个变化 但这个会把你误打 你如果停止在肢结的 心脏停止 呼吸停止 硬在都不动的话 那这个动作又怎么解释 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且他是倒下来 碰到地 然后可能很痛 下意识这样 然后紧接着就没有了 然后几秒钟 差不多半分钟左右就前身他一样 就确定死我了 那从这样来看 我们要把他弥清了 心脏皱平一定昏迷 绝对没问题 这个一定未有 但熟年呢 或有变化或无变化 有些有变化有些没变化 所以你不能一口咬定 所以我之前为什么要把我之前写的全部三样 因为我说脸面无表情有没有 心脏病化跟那个癫痫或中风最大的不一样是 他面无表情 不对 他有表情的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 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 这个就变了 好 那有关键之后我们怎么来跟他分呢 好 他既有这两个现象 熟年是或有或有或没有 但是这一个就可以来变了 脑中风 他是不是一定昏迷 还是一定清醒 我昨天都已经跟你们讲了 脑中风我昨天有放第三个案例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他是清醒的 有没有 那脑中风最严重的到植物人 他是清醒的还是昏迷的 是昏迷的嘛 对吧 所以脑中风也有可能昏迷 也有可能清醒 所以以心脏骤停来跟脑中风比较 最大的不一样是 心脏骤停一定昏迷 脑中风不一定 对不对 他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不清醒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有 只要有清醒的 你就可以排除不是心脏骤停 虽然他脸部有一些变化怎么样 但是他只要清醒 就不是心脏骤停 先排除这个 然后再来 他脸 手脸或有变化 那你要跟什么分呢 脑中风也会有 对不对 所以你也分不出来 但癫痫你可以分得出来 癫痫他的手脸 抽出的很厉害 好 我们开始来放几个癫痫给大家 癫痫急救案例 好 他眼神已经开始恢复了 那个红豆 红豆莱特夫 红豆包 好 他眼神已经开始恢复了 那个红豆 红豆莱特夫 红豆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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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个时候清醒 所以就不用再看 接下来应该就会 好 那就接下来 西县癫痫急救案例 我们还有一个广州的 急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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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还是 你们看那个领部 那就知道 而且一直 你看手 手也有在冲着 还是在冲动 有没有 手也有在冲 有没有 大家看影片就好 看影片 看影片 好 那我们这样来看 心脏就有办法来分了 他跟中风最大的不一样 是中风有时候清醒 只要有清醒了 就一定不是心脏作品 然后一个 如果他手脚 手还有脸部一直抽搐的 连续动作 心脏作品 不可能有连续动作 他只是一个表情 接下来就没有了 他那个画面就是停止的 不可能再有连续的动作 那 跌前有连续的动作 所以这不容易分辨 但你要多几秒钟 了解吗 像刚刚我放的第一个案例 他眼睛往上掉 那也可能脑中风 有可能脑中风 我跟你们讲这个 那你要看他倒下来 手脚有没有在抽搐 如果有跌前 如果没有 那有可能脑中风 也有可能是吧 心脏 那所以 这样说来 唯一一点分会变不出来 就是当一个人昏迷的时候 因为脑中风也有昏迷 对不对 这下子就很难分辨 然后 脑中风口眼也会稍微变望 然后 心脏作品 他会不会变望 也会 他有时候露出 微微的痛苦表情的时候 那你看起来好像 口眼快要歪斜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一下子分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 只有一个分不出来 就是脑中风 还有心脏皱体 然后两个都同时昏迷的时候 你是无法分辨 那这时候怎么样 抢救 直接从上背部下 了解我的意思吗 一定要趕快从上背部啊 他会来不及啊 那我们讲到这里 我开始来讲几个case 前不久也有一个case 那是马来西亚的 跟我讲 就是有一个人 他原地回来的时候 他很累 跟他太太坐坐计程车 然后他就倒下去 他倒下去 他太太很慌张 那计程车司机 你就帮他按摩 按摩 他就乱按 反正这头颈随便乱抓 两分钟醒来了 醒来他们来很害怕 就去医院 去医院检查 结果医院检查不出所以来 说没有问题啊 心脏也没有问题 所以就回家了 他回家 他先生上楼 没有多久又下来 跟他太太讲 我刚刚上楼 又停止 又昏迷下去 然后也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他再醒来 然后跟他太太讲 他太太很担心 要不然我们再去医院 再检查一次 然后去医院又检查不出来 医院就建议他 在医院观察 不要回家了 就入院了 然后到 那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八九点 那他们就入院了 因为实在检查太晚了 然后入院 清晨四五点 他又发作也就死掉了 那这个案例很重要 为什么 我要跟你们这样讲 第一个 第一个 他在计程车 那时候 倒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心上咒病 是不是 一定是 但他因为热能够 就好像假死 有没有 西医常常讲的假死 他自己也有恢复过 是不是他太太抓的 我也不敢讲 因为他乱抓 又没有抓到上背部 这样也会起来 所以也许抓脖子 或者脖子怎么样 也有刺激到 然后抓个痛 也许有可能刺激他而恢复 这个有可能 然后第二次 他自己醒来 表示他热能还够 那这个如果以原始点很容易解释 我们他处体伤 有没有可以自己修复的 有啊 因为热能够他不只可以修复他处体伤 也可以修复本处体伤 但他处体伤不是说每一个都一定可以修复起来 有时候要靠按推 有没有 我们在医疗与保健那里都讲得很清楚 不是每一个都这样 那要不然就大家都用内外热炎就不要按推就好了 事实上有些是一定要靠按推 有些是怎么样 你手指痛 他隔一段时间就好了 为什么 他有时候会可以修复 所以有些可以修复好 有些是要按推 那如果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重点 处导都是由他处体伤 那当然有些按了才会起来 那有些不需要按也会起来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 所以他第二次又人起来 我相信他也是心脏重点 那到第三次为什么不起来去医院 因为医院不断检查 他检查了很多说 结果他把他的热能怎么样 他本来就匹配了 我说匹配是一个严重的怎么样 讯号啊 然后他回来就是在计程中跟他带 很劳累了 然后就这样倒下去 然后那时候很劳累已经热能不够 不够还足以让他自己起来 只要起来两次 到医院检查两次 全身检查 到最后热能不够了 真的第三次就起不来了 那就确定死去 那在最近大陆 我在大陆演讲 他们也传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在飞机上 发作了 第一次被救起 第二次又倒下去 他们就救护起来 那为什么第一次可以 第二次不可以 很显然 那第一次是什么 热能难过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到很多了 原来心脏骤停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死亡 必死无疑 有些人如果热能够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怎么样 起来 所以就是变成假死了 我就是西医讲的 呼吸也停止了 心脏也停止了 那为什么他又活过来 然后他也没有人按推啊 就像我在讲热身疗养院那一个也是啊 也没有人按推 但他自己醒过来 然后开始撞 撞 那撞 没办法 在冰柜里面怎么撞 撞到一轻也没有用 撞到 还会撞到一轻耶 你们想想看 那当时候的力量有没有很大 他又活命啊 使劲潜力在做 所以那时候他还有热能 只是当时候 在法医检查的时候 他心脏跟呼吸已经是确定 但等他热能恢复的时候 推动他的时候 组织又在正常运作的时候 他做这些动作已经来不及了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吗 理解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就更清楚 你们看这下一段 所以至于心脏咒停 我就把它分了 有因热能上足 而自己苏醒 而也有不可能自己苏醒的 一定要靠怎么样 按推才苏醒 按意有怎么样 瞬间热能就耗尽了 而抢救无效 就分成这三大列 那也就是咒停 有分轻跟重 了解吗 不是每个人 啪 那就一定死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刘医师的那个 柬埔赛的案例 心脏病急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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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慢慢放眼 等一下 这个还是算侧面 这个还是算侧面 昏倒 有一个昏倒的 有一个昏倒的 等一下 因为有病人昏倒 我们先做急救的 放着 好 放着 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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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头 枕头 肚子跟他盖着 好 他这个 表情好 脸色没有变 应该是心脏的问题 好 我们把它翻侧面的 要把它心脏先解开 要把他心脏先解开 最后画上绘里面 就被带了 台湾 还不能预想 面子 我今天准备人 对 油给了 我来讲 海洋 zz 好,現在醒來了,他已經在生癮了 現在再把他心臟,把他按好以後再來按他的那個頭部 好,他眼睛眼睛醒來了,那個紅豆準備 好,頭部 先給他溫伏,好,給他墊在後面 好,給他躺著 我那帶著一個衣服,給他肚子蓋著 你問他,他剛才是怎樣不舒服,是不是肚子,是不是胸悶 你問他原來有心臟病嗎 對,他原來心臟不好 我們開始來分析 第一個,這個患者原來也是心臟不好 然後他要倒下去之前,他有表述他這裡,讀書問題 了解吧,然後就倒下去 所以這一個,在我的看法 就是心臟重開,不要心臟多 確實是急救 倒下去有分三個對型 有分熱能夠的,他可以自己起來 那有些是要暗的才會起來 那也有些人瞬間熱能就耗盡 就來不及了 所以倒下去就有分輕跟重 那劉醫師真的是輕的還是重 如果重喔,然後這樣還過來嗎 然後我再看他臉,大概他已經掛了 我可能講 所以你如何去判斷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的課 就是你如何知道這個可能是 可能快來不及了 那有些確定這個人應該還不自己掛 然後我們還有人 那我們應該是別人 絕對不是摸他的心臟,對不對 因為我說生死不是看組織器官的運作 而在看什麼 而你怎麼在短時間看出熱能 我是在教你們看一步 因為當你心臟停止的時候 第一個,會反應因為血送不上來 你一定有一個面無表情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段 由於有熱能則升 無熱能則亡 而熱能可反映在臉色 因此通過觀察促導者臉部 若有血色,叫易救治 反之,面無光則 比如臉色蠟黃、發青、蒼白等 則較難救治 這就給你們一個解答 所以我剛剛叫你們看這個 柬埔塞這個促導的患者的臉部 他的臉色有沒有面無光澤 沒有 他的臉色跟生前一樣 他沒什麼大變化 還有血色,對吧 這代表怎麼樣 輕的 這個容易救 表示他熱能還怎麼樣 還夠 所以 劉醫師這樣 叫他 翻過來吧 然後我再看看啊 都還來得及 了解嗎 他是剛好碰到 就像我說計程車那一個 他倒了三次的那一個 了解嗎 他如果 那個計程車司機的 那個倒下去那個患者 他不要去醫院 他有原始點感應就好 為什麼 西醫是完全檢查不出來的 然後 他恢復的時候 你心臟再檢查也沒有用 船過水無痕 所以他們 兩次檢查 都檢查不出 不輸所以難來 但這個很明顯 最後第三次走 幾乎可以確定前兩次 一定就是怎麼樣 心臟皺停嘛 你根本不用懷疑嘛 但最後西醫 他填病靈的時候 他也不敢填 填心臟皺停 他說奇怪 這個不知道怎麼解釋 所以心臟病化 就寫心臟病化 這樣帶過 那是西醫的含混之詞 因為他們對很多現象 是無法理解的 我這樣講你們理解 所以這一個 你剛剛看跟那個 那個郭金發 還有我相信跟那個 跳國標舞的 他們的臉色一定還有一點差距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怎麼來變生死呢 如果以我們來講 就心臟 按下去 如果確定 我們來看下面 值得注意的是 心臟皺停 如果按推上背部原始點無效 則恐回天乏術 需做最壞打算 此時仍應觀察患者臉部 若有血色 或許尚存一線生肌 反之 面無光澤 則更可判定 熱能耗盡 大腺已至 原始點 我昨天已經講 原始點 它有兩套診療體系 對不對 一個變體相位置 一個變怎麼樣 變病情輕重好壞 有沒有 也就變體相跟熱能不足的程度 以變病情輕重好壞 再來做決定治療原則 昨天是不是也叫這個 所以它形成兩套診療 好 那這兩套其實都是獨立 只是我們常常陸用 那我們在按推原始點的時候 如果有效叫他助理傷 按推沒有效就叫怎麼樣 本助理傷 所以當你按推無效的時候 那這時候就已經確定 它組織已經受傷 也就是它心臟已經怎麼樣 確定停止 而且不只停止 而且它已經本助理傷 了解嗎 那本助理傷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修護它一定要靠很多熱能 它才能修護好 好 那這時候 我認為機會秒好 因為如果它有熱能 你按推的時候 它就可以被怎麼樣 帶動起來 有沒有 那又帶動不起來 你要期望它後面的熱能 來再修護它 機會大不大 不大 所以我這裡就定下結論 這一個已經在診斷生死 對於心臟作品而言 它不只是變他處跟本處 而且它在變生死 當你溶了兩分鐘沒有效 我們急救心臟乘以半兩分鐘內 就可以斷電 如果它是輕微的 一般不會超過兩分鐘 了解嗎 它一定會起來 那你超過兩分鐘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它根本沒辦法 帶動組織器官的運作 還有熱能的整個合和在運作 讓你機會已經渺茫了 這時候 你一定要做最快打算 所以我這裡 我們回天乏數 去做最快打算 不要再以為你有多厲害 但這時候 生死世代 我們還是一條人命 總不能這樣經歷 因為你 也許你的說法不行 就說怕死定了 對吧 那這時候 我們再客觀一點 再來看它的領域 也許就會更準 如果它還有血色 但是我這裡寫得很 已經很保守 因為你已經經過第一道的 按推遍體箱位置了 已經沒有效了 這時候即便它還有血色 在我的看法 或許相存一線生機 機會大不大 不大 也是不大 但我認為 或許還有可能 因為到這裡來 原始點就沒有按力 我只能用推測 或許還有 但是我認為機會也很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按了 如果它有熱能 早就應該擠來 還要等 等嗎 因為西是沒有開關 那原始點是大開關 連種大開關都不能擠來 那你說還有 小開關還能擠來嗎 那你看 如果說照我們前面推理的 或許它 有些人倒下去 還有熱能上毒 它有可能擠來 它有可能被 要被按才會擠來 那我們 原始點已經可以確定了 這個是大開關 你自己不起來 我再讓你擠來 你還不起來 那代表它的熱能是哪 可能沒有 了解吧 所以我才說 我到這裡來 我的判斷就很悲觀 你按了 沒有效果大概差不多了 那如果是 在公益點的自控 我認為到這裡 大概就可以判定了 叫119 救護車 要不然你耽擱夜久 你還會被教訓調查 我沒有騙你 你耽擱太久 為什麼你不打 你可以急救 現在台灣是可以急救的 你急救沒有死 你急騙把他壓死都沒事 像他們這樣輪流 國標那個 大家輪流壓 一起來都沒關係 那三個人都不會被調查了 了解嗎 那你們把他耽擱太久了 我就擔心了 你幹嘛不抱我們來 然後自己留著自己做 自己享用 這個可能 不會被調查的 不好玩的 那所以你們經不起這樣考驗 那如果是自己家人 我認為還可以再試 下一組 就你看 他如果面無光澤 那幾乎判定死心 你在1 2分鐘內 你就可以篤定 他已經 面無光澤 最容易見的就是 免色辣髮 尤其黃種的人 臉色辣髮色 是最容易見到的 你們有看過黃感的吧 就是那個臉色 大概黃辣色 沒有光澤 反而慘白跟花青的比較少 辣髮最多 了解嗎 那你看到辣髮 就幾乎差不多 確定 這個應該死 不用再救 不要再傻傻的 你再等等看 等等看 你要等什麼 等人家來調查你嗎 是嗎 這時候就 就送走 當機立斷 了解嗎 那如果還有血色 你再公一點 我建議還是最好 不要來 就給他們去玩 因為 莫喜喪存一線生 那個生機已經怎麼樣 很微小 很微小 那你又沒有意思實上 你又不是醫院 你也不能留置 那就只能算了吧 要不然怎麼辦 那如果自己家人呢 可以再試試看 這時候他臉部還有血色的時候 我們再吞敷 甚至可以沾薑湯 都沒關係 生湯也沒關係 容易一點 沾進去 你們也許會問 那昏迷了 還可以胃嗎 可以 他不會嗆到 因為死人他不懂得吞咽 昏迷他不懂得吞咽 但是他不會吞咽進去 所以很多胃的時候他會流出來 但記得小口的胃 甚至可以用吸管 捏住尾端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這樣是最好 他不用胃太多 他自己讓他慢慢吸收就好 因為也許多 有一點點那個熱能 他可以補充一下 欸 休不定好 如果還有一線生機 他是可以再燃燒起來 說不定 生命之火還可以燃燒 那這個可以試 但是依我 我剛剛這樣整個的判斷 第一道程序的話 你按推都沒有效 你其實接下來 情況就不樂觀了 一定要有這樣準備 你就做最快的準備 所以他倒下去 原來有分輕跟重 那你怎麼分 看你不 我已經教你們了 所以既然是這樣 那我們的操作就要更謹慎了 為什麼我們再來看下一段